請各位如果說前面有位置的話 那都可以到前面來坐 不用站著 不用站著 好的 那接下來這場議題啊 他非常的有趣 剛剛說啦 距離V其實有很多人跳坑 然後很多人挖坑給別人跳 有很多不同的講者 有很多不同技術者 然後都在這個領域裡面 那接下來的講者 DDR和小班呢 那他們兩位 他們不只是自己跳坑完 他們今年的話其實跳了非常非常多的坑 但除此之外 他們有一個比較long term的project 他們是觀察別人跳坑 然後做專案的時候 然後如何去管理 或如何去maintain這個專案 大家都知道嘛 熱血是一時的 熱血就是一個晚上就可以處理掉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這個project 你要持續存活的話 其實那maintain才是真的燃燒你的熱情的開始 那你的熱情可以燃燒到多久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如果你可以有一個有效的管理方式 基本上這個案子就有機會長長久久 所以DDR跟小班呢 他們在觀察了很多在GDV裡面 所run的project 然後run的這些坑啊 那慢慢可能歸納整理出一些心得和想法 那接下來的時間 今天我就交給DDR小班了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 我們會先簡單的自我介紹一下之後 然後再開始我們今天主要演講 就今天主要是由我和小班 我們兩個算是有參加一些GDV的專案 對然後開始之前就是大家如果現在還沒有在共比的話 可以先一邊是我們的投影片 另外一邊是如果大家過程裡面有問題的話 現在都可以掃QR Code 或是到那個共比上面也都會有相關的連結 好那先開始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DDRiO 那我在GDV大概 我自己是軟體工程師 那除了做寫程式之外 那我自己平常做的事情就是在家裡 那個打掃做飯啊 然後有時候會提供一些那個情緒勞動的服務這樣子 對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自己的興趣是做 像現在主要的興趣是做那個 一個開和居住相關的議題 比如說像是我們現在有爬那個 所有591的租屋資料每天都有 或者是還有另外一個是做合作租屋的一個開源社群 對那我們等一下後面 細節會講那個主要是講我們的居住的一個開源專案 叫做Rentia 我們那個時候想要做的事情是一個開源的 而且是為了那個居住的人找房的人設計的一個找屋的平台 大家好我是小班 然後我在GMP SAC的HANDLE是AL 是個想要以後當厲害公民產品科技產品經理的人 那今天剛剛Hawr說我們觀察了很多專案 其實我們是想要觀察很多專案 但還沒開始 然後所以今天的介紹是我和DDL自己在RentGMP專案的時候 我們意識到我們花很多時代專案管理 那今天最常會用到的例子是 我最近跟著一個長期的朋友是Disfactory 它是一個NGO地球公民基金會跑來GMP SAC提案 然後基本上做出來的東西像右邊 就是民眾看到那邊有違章工廠 然後我拍照然後上傳 然後地球公民基金會寄出公文給政府 然後政府依法應該要採除的一個這樣子的東西 那每週大概十個人工程師加設計師參與寫作 有興趣的話可以掃QR Code 就是看一下我們的專案 好 下一張 OK 所以簡單介紹一下就是 為什麼會有今天這個Talk 就是因為我們發現 就大家可... 沒有 我想... 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就是這邊有做過數位產品開發人可以舉手嗎 比如說你有做過一個網站 或者寫過一個APP OK 所以是... 三分之一吧 三分之一 那有人有參加過開源專案嗎 OK 差不多三分之一 有人... 有參加過GMP的黑客搜嗎 OK 是三分之一 我發現後半部都沒有舉手 我問...再調查一個好 後面是工程師 或是技術背景的人可以舉一下搜嗎 還是後面都沒有舉手嗎 今天完全沒有打到後面的人 所以後面的人是誰 哈哈 好 那有人... 今天是第一次聽到open source或開源的嗎 哇 非常有勇氣舉手 很棒 那... 如果過程裡面有任何問題 大家記得 就直接可以進SIDO上面問 OK 所以... 如果你有去過GMP的黑客的時候 它就好像是一個可以提案的地方 然後好像... 如果今天有個設計師或工人師跑來說 欸 那我們來... 我們來... 就是... 成團一起打怪 好像就可以打怪 但事實不是這樣 就... 呃... 這個是四年前 ETBOO跟EPA他們... 做的一個分析 就是看... 開源的成功專案真的非常少 因為大部分可能會像中間... 太展開 就是... 大家都很多想法 然後大家都做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逆展開可能就是... 啊... 沒力氣算了不要做了 所以可以像... 左邊那樣從問題分析企劃 開發音樂委員會專案 鳳毛麟角 那今天就是... 呃... DDA和我 我們的專案目前都還活著 那... 他是從人體 是一個關注居住議題的議題社群優先 然後... 因為剛剛是基金會來提案 所以他們有個死線 就是... 我們要開記者會 我們要監督政府 然後... 那個日子是固定的 就是政府那天... 公佈法律 所以... 產品在那之前要上限 所以我會講比較多產品的部分 就是... 在做... 數位產品 那我們就發現一件事情是 轉譯是不夠的 就... 以前... DreamVDA就會談說 需要有個轉譯者 這樣... 就是把科技的語言轉成 Android聽懂了 什麼是前端 什麼是後端 什麼是API 但... 轉譯不夠 我們發現需要專案管理 而且... 它超級無敵難 呃... 所以就是我們的這個... 為什麼叫木貓人 就是... herding cats 所以看人圈裡面就說 看人專案的參與者就像是... 一群貓 就是... 它覺得很有趣的時候 它就會跑來跟你玩 然後... 它不理你的時候就真的不理你 然後我們現在要讓這群貓 一起去... 把一個... 專案有進度 或是一個... 有目標的東西做出來這樣 所以我們今天會講 在看人社群做社會一體的專案 呃... 為什麼需要專案管理 呃... 也... 比如說... 我一開始覺得我PM沒什麼角色 是... 我覺得工程師在台灣被PM管 然後... 第二個是工民科技的產品開發 在社會體的部分 這樣子會怎麼樣影響開發的模式 跟最後我們怎麼去建立開放的社群文化 好... 那... 剛才我們大概講了一下 今天的... 我們想要提的東西的架構 所以... 我覺得有一個問題 我確認大家來的時候 會不會有這個想法 就是... 欸... 為什麼我好好的寫一個程式 或是我要做一個專案 的時候我沒有來談專案管理 那... 的確也不是所有的專案都需要專案管理的 其實就是... 你說像我們很多開源的東西是有一個... 工程師可能覺得我有個東西很酷 或我覺得... 我想要做某件事情 總之我就把一個程式或一個網站 或一個工具寫出來 然後把它發布出來 用一個開源的授權 呃... 公開出來之後就結束了嘛 那...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在談的東西 是整個開源的... 的這個範疇裡面的一個小部分 那... 我們... 在討論的時候其實... 覺得有兩... 大概有兩個狀況是... 今天... 你會需要來考慮 我們要不要讓... 我們的專案... 開源的專案裡面... 會需要專案經理或是產品經理 這樣的角色 那... 第一個的話是... 我們常看到一個情況 像我們剛才在講Rentia 或是... 在講那個... 地球公民的... 那個... 農地工廠的專案的時候 其實... 那個時候程式都是我們整個解法的一部分 比如說... 像是有一些狀況可能比如說... 它是議題驅動的 像其實我們... 農地工廠就是... Disfactory 想要做的事情呢是... 我們... 想要... 讓台灣盡量的減少這種違法的... 在農地上面不應該出現... 不應該蓋工廠的地方蓋工廠 我們希望減少這個狀況 那... 這個時候我們做了一個檢舉的APP 它其實前面後面... 還有非常多比如說和政府溝通的部分 地方中央 然後還有倡議啊 各種東西 所以... 這個時候其實程式只是其中一小塊 那你的... 整個開發的期程啊 或是各種溝通的東西 你就會需要... 去跟不同的領域的人溝通 然後你可能會比如說... 需要壓一個死線 而不是像很多開展專案師 今天... 總之坑主或作者覺得... 我開心有空的時候就來寫一下 對...所以... 第一個就是... 如果程式只是解法的一部分的時候 然後... 第二個狀況是... 如果今天我們想要做的... 其實不只是寫程式而已 我們希望... 寫程式的過程裡面... 有一些其他的事情發生 比如說像是... 那個... 比如說我們想要在一個大宋 或是我們想要在開源的社群 找人... 大家一起來... 無償的投入做這個專案 這個時候... 無償這件事情本身就只是代表說... 我不是用錢來交換 但是我就必須要提出其他的東西 讓大家來願意一起參與嘛 那... 這個過程既然... 需要設計... 那我們就會... 需要來想說... 所以這件事情應該要... 怎麼樣發生會比較好 那它就不只是一個... 技術的問題 或不只是一個... 我把程式寫出來... 就可以結束的事情 對... 可以... 可以... 所以... 所以就是... 如果... 定義的話... 就是... 之前Review的Slogan 是不只寫程式改造社會 那...所以我接下來會想... 講的是... 開放... 怎麼在很開放... 很流動的狀況下... 就是... 前進... 呃... 就... 呃... 就是剛剛... 有畫一個圖... 就是... 之前... 四年前的ETBOOL跟EPA他們... 做一個分析... 說越... 越靠上面綠色的部分... 就是... 越適合在GNV做的... 案子的性質... 越下面就... 越建議你不要... 然後現在紅色框起來是... 我覺得我做的專案... 它非常需要多人合作... 然後非常需要跨界... 的狀況下... 怎麼辦... 呃... 所以... GNV專案有一些... 特殊性... 那... 我本來有想過... 是不是要講產品開發的過程... 但我決定從特殊性... 下手... 就是它是議題導向... 你要做的是社會議題... 然後... 呃... 困難的地方就會是... 利害關係很複雜... 或... 像第一要說的... 產品... 呃... 做產品的人很容易覺得... 產品就是我全部的東西... 但產品只是... 一部分... 甚至是可以不要的那部分... 然後... 第二個是開放性... 這個開放... 就是... 要有時間成本... 你要學大家認同... 是困難的... 然後... 另外一個是流動性... 就是我們很多的NGO... 就... 非常的驚恐... 就是我沒有辦法跟它保證... 產品進度無法預期... 就是... 什麼時候一定會做完... 但好處是... 呃... 可以對社會議題的影響力... 然後... 開放讓每個人的自主性更強... 而且... 你專案的東西可以拿去給別的專案用... 那... 流動的話大家可以隨時補位... 那... 接下來就更細部的去談... 剛剛講的一個問題... 就是... 如果你是個技術背景的人... 或是你是個設計師... 開始做... 之前可能要想一下... 這個社會題到底是什麼樣子... 沒有想也沒關係... 只是之後就會比較累... 所以以農曆工廠為例好了... 就是... 我們要做的產品很簡單... 就是拆工廠... 回報工廠的界面... 但是... 我需要知道... 要覺得問題是什麼... 為什麼要拆它... 然後... 創立行動的目標和策略是什麼... 比如說... 地方政府... 地方的黑道... 地方的農夫... 然後... 中央政府... 相關的NGO... 在台北捐錢的這些人... 都是在做產品的時候都會考慮到的人... 然後... 在下一場演講會... 實際給大家看... 如果你是跟政府溝通的話... 多崩潰... 好... 那... 所以... 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 至少... 我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是... 我們要建立一個開放協助的基礎... 因為... 所謂開放就是... 要讓大家很輕易的可以來... 然後... 成功也很容易被... 分享出去... 然後... 流動我指的意思是... 呃... 開完社群的人就是... 他今天想來就來... 他想來就可以... 不來... 所以... 流動的狀況是要怎麼處理... 流動就要靠開放協助處理... 比如說... default open... 就不要在那邊私訊來私訊去... 就是... 盡量在公共... 公共的空間發言... 然後大家自己可以跳坑... 推坑... 那... 路人也能懂的... 專案文件的意思是... 呃... 假設你們今天現在看覺得... 我們兩個團隊很有興趣... 那就連到那個link... 那像... 這個是... DDL他們人體有做一個... 非常... 整理他們在設計跟工程上... 做了什麼努力... 然後... 再一個是... 呃... 需要定期的小句... 協助大家... 對焦跟... 上手... 不然溝通其實也... 蠻累的... 然後... 再下一個... 就是... 剛剛... 社會議題開放跟流動... 所以... 開放跟... 要前進這件事情... 會有衝突的地方是... 讓大家意見很多... 然後... 大家沒有什麼時間... 因為大家都是... 用下班後的時間做... 在產品開發裡面... 本來就很重要到... scoping就會更重要... 因為你不能做多餘的事情... 你沒有... 你沒有力氣做... 所以你要把... 剛剛很複雜的那些需求... 變成很簡單的spec... 然後... 我們可以... 決定我們第一步... MVP先做到什麼... 有力氣再來做別的... 但... 通常是沒有力氣... 那... 所以在流動跟進度的部分... 就是會... 對我來說... 是需要找到舒服的開發節奏... 然後我就突然想到... 擺沙屯媽祖繞境... 就是... 呃... 大家知道擺沙屯媽祖繞境... 就是... 晚上走的時候... 其實信眾是可以去... 輪流台那個轎子的... 就是那轎子還是會一直往前進... 可是... 台的人會變... 就是... 我覺得跟... 呃... 現在... 我... 這個open source專案... 的狀況有像... 我沒有叫班... 就是... 一定會在台的人... 但有人可以來輪流台叫... 有目標但我沒有辦法... 預期行程... 呃... 擺沙屯媽祖的狀況是... 要往哪裡走... 都要把揹問媽祖... 那... 這... 我們專案的狀況是... 要往哪裡走... 要看... 比如說使用者的反饋... 或者是... 呃... 工人社的時間... 呃... 呃... 所以... 在時程規劃上... 一些傳統的規劃方法... 可能就不太行... 這是去年... 八月的時候覺得... 呃... 五個月應該做得完... 實際上的話... 十七個月才把... 這張圖上面的東西做完... 所以... 後來做的事情是... 讓大家有看得見的... 大目標跟milestone... 就是... 我們沒有在壓... 定死的日期... 而是... 壓我們要目標什麼方向... 這樣工程師會知道說... 好... 我要完成這個... 所以如果沒時間的話... 我自己手上現在這個功能最重要的是什麼... 或是我這個月比較閑... 我下個月很忙... 所以他可以... 呃... 先做下個milestone的東西... 那他下個月就... 可能就都沒有出現... 但是他的東西已經... 呃... 已經做完了... 就... 理想上是這樣啦... 呃... 現場我們的工程師... 待會大家提問可以問一下... 工程師到底... 怎樣覺得... 然後... 再來就是做得到的小步驟... 剛好目標... 可是因為... 參與者大家都可以進來啊... 他就真的可以... 就是隨時進來... 那你就找事情給他做... 或是要讓他覺得... 他可以真的對這個專案貢獻... 他會留下來... 所以比如說... 技術面的可能... 學Docker... 幫忙修REME... 或是你在看文件的時候... 就先幫忙... 把API文件看出來... 設計師可能來做使用者測試... 重點是確定每個人都可以... 好像覺得自己做了一點什麼... 可以demo... 那這樣子... 一塊一塊很少的東西... 就像有樂高... 或是寫程式的模組一樣... 我們就可以把它... 拼起來... 那同時要... 同步溝通是很重要的... 盡早釋出... 因為... 同時要非同步溝通... 我意思是... 就是在... 比如說在 Slack... 或者是在 GitHub上面... 講事情的時候... 在這種專案模式下面... 會變成... 工程師A間在... 星期六... 靠密一個東西... 工程師B... 禮拜天才Review... PM... 禮拜二才看... 我們禮拜三才談... 喔... 這邊有個Bug... 然後... 可是這個週末... 根本是沒有空... 所以才要再下個週末... 所以... 一個東西沒有溝通好... 它的時間成本... 可能是... 一到兩週以上... 就如果一般公司的話... 可能是... 一兩天... 所以... 嗯... 剛剛是... 進度的部分... 就是... 做產品開發... 跟做enduring... 常常會問我的問題... 然後... 一直... 我覺得花最多時間的是... 開放加流動... 就是... 我要怎麼讓這個產品... 呃... 不只是... 產品... 我們都是... 開放原始碼... 放在網路上... 然後... 專案... 專案目前我覺得還不夠開放... 就是... 我們還有一些... 想要open API... 等等的想法... 然後... 人也要開放... 呃... 因為是... 前面剛剛都是講的... 是產品... 是產品開發... 那就像DDO說的... 就是大家沒有拿錢... 你不是用錢... 去交換他的專業紀念的時候... 你是... 怎麼... 讓他... 呃... 你是... 怎麼... 你是怎麼... 讓他留下來的... 那... 對我來說... 開放的人是核心... 所以我們要找到這些人... 然後我們一起往前走... 然後... 流動性是必然的... 所以你就要讓... 別人進來... 讓他們待下來的時候很舒服... 然後再... 讓他們... 離開的時候... 相信這個... 這個project會繼續run... 就是... 其他夥伴會繼續做... 然後... 還有部分... 對我來說很重要的就是... 賠利... 就是個人成長跟組織成長... 我不希望工程師來這個project... 就是一直在做... 呃... 他在技術上沒有獲得成長... 或者是... 呃... 或者是他想要成長的部分... 那我們... 也有意識到這個流動的... 狀況... 所以最後一個狀況... 我們有一個sunset plan... 就是如果都沒有人來的話... 到底這個專案可以怎麼辦... 那... 所以... 用這種開放流動的方式... 我們每個禮拜大概有10個人來... 然後... 一年半加起來... 這樣大概有二三十個人吧... 就非常... 感謝他們的參與這樣... 嗯... 那... 我們剛才提的東西其實... 呃... 大家可能... 可以看到是... 我們其實是用一個產品開發的流程... 上面會碰到哪一些事情... 來談說... 這個東西在開源的專案裡面... 該怎麼樣來做... 那其實... 很多東西... 大家可能會覺得... 欸... 這好像是一般的... 比如說PM會講到的東西... 但我覺得今天有... 呃... 今天我們這一場想要分享的... 有另外一個特色就是... 我們今天... 在講說... 其實在講的是... 今天在一個開源的社群... 尤其是像我們兩個... 它是一種... 你可以說它是一種... 很遠距... 就是大家... 不會集中起來... 每天一起工作... 這樣的狀況下... 而且我們... 又是想要用一個開源的方式... 它是一個... 比較沒有... 權力的... 上下關係的... 這樣的方式... 來做專案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 對... 所以我... 剛才我們大概... 比較這種產品的... 整個流程上面來講... 那我這邊就來講一下... 除了流程之外... 今天... 就像一間公司一樣... 我們要怎麼樣... 讓這一群... 一起來參加的參與者... 不管是工程師... 設計師... 或是其他... 比如說... 倡議者... 這些人是可以... 一起來... 把這個專案做出來的... 那首先第一件事情... 像剛才小班也有提到... 其實... 在開源裡面...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 開放... 那開放其實... 我們不只是說... 程式嘛... 讓大家都可以看到... 那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希望... 是讓整個... 製作的過程... 討論的過程... 都是公開... 而且開放的... 這個意思就是說... 其實我們... 一般在寫程式的時候... 你如果在一間公司裡面... 我們可能... 比如說會有資深的人... 或是可能會有架構師... 來決定... 我們整個東西... 比如說技術... 或是整個軟體... 該怎麼做... 然後大家就來分工... 分完之後... 就把它做出來... 但其實在開源的專案裡面... 因為其實沒有一個... 非常絕對的... 上對下的關係... 因為大家是... 自願來... 也可以自願走... 所以我們今天... 要怎麼樣讓大家... 有一個參與感受... 我們願意... 一起來把東西做出來呢? 有一個方法就是... 我們一起來決定架構... 像... 大家可以看到... 右手邊的這張圖是... 當初Rentia... 我們在討論說... 我們今天的... 資料庫的... 裡面的這些... 資料... 該怎麼樣擺... 它的那個... 資料的關係是什麼的時候... 我們是... 趁一個... 那個... 然後大家一起來... 把這個東西討論出來... 當初是... 我先提了一個草稿... 然後我們提了幾個情境說... 這些情境是... 我們... 在這個Rentia的... 這個案子裡面... 會需要用到的... 使用情境... 然後我們就一起來把... 今天我們要... 該長哪一些表格... 這些表格之間... 是一對多... 多對一... 或是怎麼樣的關係... 把這個東西長出來... 那... 這個東西好像... 你說跟一般的... 開發流程比的話... 會覺得... 好像... 通常就是... 資深人提了就算了... 那大家就跟著做... 但其實... 當我們用這樣的方式... 就是我們用... 大家一起來討論的時候... 它雖然第一次的速度... 不會比較快... 但是... 這個過程其實就是... 讓大家可以... 凝聚一個參與感... 會覺得... 這東西其實是... 我都有貢獻的一小部分... 我不一定要真的... 開始寫程式... 我其實就已經在... 參與一個專案... 我就在一起做一件事情... 對... 那... 這是... 然後再來是... 我們有時候專案會碰到一些... 這些講大神... 或是比如說... 可能會有一些非常資深的人... 他可能... 那個... 大家會需要花... 比如說兩個禮拜討論的東西... 他一句話就講完... 就是說... 我們就是要... 比如說選用哪一個技術... 不然的話... 你最後會有一堆的問題... 但是其實... 這個時候呢... 我們覺得... 我自己覺得... 心得啊... 就是... 用使用大神的方法是... 你要... 那個... Cue他來... 發展討論... 不能讓他做決定... 然後大家就跟隨... 因為... 跟隨的結果是... 那個... 這樣會... 如果今天大... 除非大神是... 那個... 這個坑的坑主... 不然的結果就是... 大神不見了之後... 大家就會不見... 就是你... 我們會需要... 借用大神的力量... 來讓這個... 每個專案可以順利的發展下去... 對... 那剛提的這些東西... 就其實都不是技術的東西... 所以... 對... 我自己的... 我的想法就是... 其實這些東西... 就是... 一個專案經理... 在一個開門專案裡面... 需要做到的事情... 因為... 我們需要... 比如說... 確定大家... 這個專案是有開共筆的... 然後是有辦活動... 然後這些活動... 是大家... 願意出現的... 那我們比如說... 要確定... 到底今天... 我們要開好票... 然後... 以一般的開發來說... 我們要開好票... 那這邊就是說... 除了票之外... 我們要設計這些活動... 是讓大家覺得... 有興趣... 來討論有趣... 然後會覺得... 想要繼續來參加的... 對... 那... 如果再講... 更細一點的話... 是... 其實在開圓專案裡面... 我們會需要非常... 去... 有意識的去製造... 一個回饋機制... 大家可能... 如果看到一些開圓... 比如說... Github上面的開圓專案... 就會列到... 這個專案裡面... 有哪一些的貢獻者... 比如說我這一次的... 發的新版本... 誰做了什麼樣的事情... 那... 這是一個... 那除了... 這個之外的話... 是... 比如說我們... 像是我們所有的文件... 裡面... 或者是... 如果我們的文件裡面... 是可以寫說... 今天比如說... 哪一個坑... 是誰負責的... 像是我們當初... Rentia有分了... db... 爬蟲... API... 還有很多的... 不同的功能的區塊... 我們就會直接說... 這每一塊... 今天負責的人是誰... 然後我們開會的時候... 那我們誰做了什麼事情... 那我們在... 我們除了一般的... 這種會議紀錄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 像是定期週報... 就我們會提說... 我們每一個月... 這個月我們做哪一些事情... 那這些事情是有誰做的... 因為其實... 開箭專案有時候... 進度不好抓的時候... 那我們不一定真的... 誰一直都會有一個... 可以... 拿給外面的人看的一個結果... 那這個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確定... 讓大家會覺得... 有參與感有貢獻呢... 這會是一個方法... 我會一句話是... 因為其實... 像在G20V大家常會說... 誰在意誰痛苦... 就是你看這東西很爛... 你覺得你受不了... 你就會跑去改嘛... 那我覺得這邊... 我們更... 積極或更正面的講法就是... 我們希望... 讓這些很痛苦... 然後跑來做事情的人... 我們希望讓他的貢獻... 是可以被其他人看到的... 而且... 他不用... 再花特別多的力氣... 來讓... 他被其他人看見... 那這個我覺得就是... 專案經理的... 工作... 對... 那我這邊... 另外提一個... 像剛才小班有提到... 然後像是Rentia... 其實... 我們從去年想要做一個... 那個... 找屋的網站... 到今年變成是一個... 討論... 合作... 租屋的這樣的一個社群... 那... 這其實是一個轉型... 就我們從... 原本是一個... 寫程式... 的一個聚會... 那變成是一個... 討論... 然後想要做一個... 實體的方案的聚會... 那... 這個轉型我覺得... 不管是怎麼樣的轉型... 那... 對我來說是... 就今天這樣的轉型... 我們應該也要讓它... 成為是一個... 公開討論的東西... 因為開運的東西... 我們可能... 最簡單的講法是說... 反正... 你如果不認同... 這個社群做的事情... 程式碼都在那邊... 你就自己fork一份出去... 自己做就好了嘛... 但是我... 這邊想要講的是... 的確是這樣沒有錯... 所以... 第一個我們先確定... 所有的東西... 都是開運的之後... 就會有... 剛才講的那個好處... 是程式碼... 是可以很容易複製的... 但有一個東西... 其實我覺得在... 開運裡面是... 沒有辦法複製的就是人... 還有社群... 因為這些東西... 你需要... 信賴或需要默契... 然後你需要培養一定的... 共同的價值之後... 這些人會... 才會一起走下去... 那... 這樣的東西... 我覺得可以維繫一個社群... 讓... 這個東西繼續往下走的... 那一個... 方法... 其實就是你盡量維持... 整個東西的開放... 和那個... 建立那個正向回饋的循環... 對... 那我們剛剛講的這些東西呢... 聽起來都是... 好像一般人不太會在意的事情... 那所以其實這個東西... 看起來... 滋為末節... 然後很瑣碎的東西... 其實... 就是PM的責任啦... 那... 這些東西其實就是... 開源的成本... 就是... 當我們今天想要讓一個... 比如說... 中間接案... 或是一般公司... 的這種... 專案開發的方式... 我們不想用這種方式來做的話... 那其實... 這個成本呢... 就必須... 要有人來承擔... 然後去把... 那一條路... 適合這個專案... 適合這個... 這一群參與者的那條路... 建出來之後... 讓大家可以... 很容易的進來... 然後就可以上手... 對... 那... 所以聽起來其實就是... 套用最近... 那一部電影的台詞... 就是... 那個沒有開源... 其實會比較輕鬆... 因為你其實就是... 用一個上對下的關係... 叫大家來做事情... 然後你很多事情... 都可以用錢解決... 那但是... 有開源的時候... 其實有機會是會比較... 快樂的... 那... 我們剛剛講好像會覺得... 欸... 就是... 反正我們建立了一套模式... 大家來... 就會參加... 然後事情就會很美好... 但其實很多時候是... 比如說像我們一開始... 在提Rentia的那個... 網站架構的時候... 沒有人提... 我原本覺得... 我可以去當PM就好... 結果發現... 沒有夠資深的人... 想要提整個軟體的架構... 所以這個時候呢... 其實... 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還是要... 如果沒有人做的時候... 那那個時候坑主或是PM... 就是要跳出來的時候... 那我們就來... 把... 開始做這件事情... 然後來讓大家覺得... 好像其實... 這樣的參與... 或是我想要來... 表達意見... 也都是可以的... 所以... 一開始的時候... 沒有人做的時候... 我們先跳出來做... 但是... 跳的過程... 裡面我們還是要保持開放... 讓大家... 可以... 或是我們可以趕快... 多挖一些洞... 讓大家可以... 比較容易跳進來... 那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我覺得... 在... 一個比較大的專案裡面... 或是適合偏做的... 專案裡面... 其實我們需要... 做的事情... 好... 那... 最後... 我們就一人一句話... 就是... 來小結一下... 我們覺得... 這整個過程裡面... 我們覺得... 最有意思... 或是最特別的事情... 那首先... 第一個是... 我的部分的話... 是我覺得是... 在做開源專案... 或是在做事情的時候... 是可以想像一件事情... 是... 人先於世... 像我們在講的... 剛才一直在講的是... 開源專案... 但... 專案其實是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要把一個東西... 做出來... 要把一個服務做出來... 但是其實... 開源專案... 有時候... 如果今天我們是要用... 開源的社群... 來做專案的話... 那我們其實是要先有了社群... 才會有專案... 對... 這個不是絕對... 一定要這樣子做... 但我只是說... 這是一個想像... 就是... 如果今天我們想要的是... 我們的想像是... 我們希望有一群人... 大家可以一起來... 把一個東西... 做出來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在談的... 就不能只是... 一個案子怎麼做... 而是今天... 在做這個案子的這一群人... 是... 怎麼樣可以形成... 然後他們的互動... 和那個關係... 和那個... 文化應該是怎麼樣... 這件事情... 有時候會比... 把事情做出來... 還好重要... 然後... 有沒有辦法... 喂... 我沒有辦法用一句話... 所以有三句話... 就是... 呃... 就我還是想要... 就是... 我自己會覺得... 我開放性的部分... 跟DGL他們專案比起來... 就沒有做那麼多... 我花很多時間... 在處理... 流動的狀態下... 我們怎麼前進... 但... 一樣跟DGL一樣... 就是最後... 核心還是回到人... 所以你要... 開源社群... 你要開放寫作... 你其實需要有人... 不一定要一個人... 費心創造... 讓人持續... 貢獻的環境... 就是會讓大家願意來... 喜歡這裡... 那對我來說... PM的角色... 是個... 黏著記... 把大家... 當然... 讓公文師寫扣... 不用擔心... 宣傳... 或沒有人用... 也是幫忙大家... 排除障礙的角色... 讓大家彼此之間... 不要掉球... 這樣... 然後... 這應該... 好... 那我們剛才有提到... 其實不少東西... 是前人... 累積下來的結果... 那比如說... Bluppa... Blulu... 或是各種... 還有我們... 還有像... 比如說... Github的開源指南... 那... 大家右手邊... 是我們兩個... 有寫過一些文章... 和這一個... 討論有關的...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直接到時候... 點頭影片進去看... 對... 那我們接下來的話... 來做... QA的部分... 大家如果等一下... 現場有想要... 那個... 問的... 也應該可以直接舉手... 對... 現場想要提問了嗎? 那我們直接... 好... 欸... 技術選擇的衝突... 想問一下... 欸... 問不到提問的人... 就是呢... OK... 欸... 所以... 想問這個應該是... 有碰過衝突... 所以才會問啦... 對不對... 要不要... 簡單講一下... 就是你自己覺得... 那個問題是什麼... 這件事情... 在開放原始碼的... 領域裡面... 一直存在是... 呃... 每次... 新的人進來了之後... 就會覺得... 新的工具比較好... 啊... 但是舊的工具... 它其實已經累積了... 很多的... 過去的經驗... 那變成... 你採用新的工具... 最終的結果... 就是變成... 過去的東西... 不是轉過來... 就是放棄... 那其實這件事情... 我一直覺得... 它是一個... 蠻難克服的問題... 那只是想說... 也許你們在... 因為你剛剛... 其實聽到兩位的講者... 在分享過程... 你們其實... 比較著重一些... 軟性的部分... 然後我們這種... 硬邦邦的工程師... 就比較... 好奇說... 這個軟性的部分... 可以怎麼克服這個問題... 謝謝... 那我這邊可以講... Rentia... 或是我... 我自己有在做其他專案的時候... 我會怎麼樣處理這件事情... 然後看小班再有什麼... 要講... 對... 那... 這邊的話是像... 比如說... Rentia... 和... 而位於Rentia來說好... 我們用的...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 有點像地理... 資訊的資料庫... 因為它要找房子的資料... 那... 我們用的都不是最新的技術... 但我們用的是最... 成熟... 然後... 文件最奇大... 最容易上手的技術... 那... 這個時候... 對我來說... 我通常... 的做法就是... 我會把脈絡交代清楚... 為什麼我們要選這些東西... 而不是... 可能比如說最新的... 或是覺得... 可能最厲害的東西... 就是... 那... 就是... 因為... 就一個開門專家來說... 我把我... 為什麼要這樣做... 選擇清楚之後... 你如果覺得... 那... 你... 不是很認同... 那... 你當然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 這是... 一個... 那再來是... 有的東西... 其實是... 有機會... 讓他切出介面... 可以合作的... 比如說就... 像以那個... 租屋的資料來說好了... 大家其實... 並不會在意... 你這個東西... 是用什麼技術爬的... 那我只要今天出來的東西... 是一個標準... 任何人... 任何城市都可以用... 那你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對... 這題就看... 我團隊的工程師在現場沒有要回答... 如果沒有的話就... 我想吃下一個... 因為技術選擇是他們在決定... 但其實我跟第一次有討論到一個問題... 就是... 對... 不是技術背景出生的人... 你到底要怎麼分辨工程師... 在炒技術選擇的時候... 然後回過頭來問你說... 所以你覺得哪個比較好... 的時候... 你要... 你要怎麼辦... 或是你怎麼知道... 這個工程師跟你說... 這個架構是... 我怎麼用這個架構是比較好... 你要... 聽我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這個工程師的能力在哪裡... 就是... 然後我就說... 嗯... 再分兩個部分... 他們要選擇技術架構的時候... 我會跟他們講... 我... 我會問他們說... 他們的trade-off是什麼... 就是... 比如說他是trade-off效能... 或是他是trade-off以後可以維護性... 比如說那個語言... 的... 那個什麼之類的... 比較容易... 就比較少貢獻者了... 或者是... 相關套借不齊全... 或是這個技術架構... 對地理技術比較友善... 那我就會跟他說... 那... 我可能不一定聽得懂... 但是我會跟他說... 那我的trade-off是什麼... 我希望... 非技術層面上... 出來的最後東西是什麼... 那... 怎麼知道語言師厲不厲害... 就是一直問他問題... 如果他一直都可以... 一直一直回答下去... 然後... 可以用一個很... 清楚的方式跟你解釋... 通常他就是已經融會貫通的人... 因為... 沒有融會貫通的人... 沒有辦法... 被打破砂鍋... 問到底... 也沒有辦法給你一個... 骨架... 比如說... 你問他說... 我們研究員就問說... 問... 工人師說什麼是DNS Server... 然後我們工人師非常... 我覺得介紹得很好... 就是... 很簡單的話講出來... 那你就知道他是真的懂... 這個東西... 然後... 第... 第二個... 有推薦的有三進度管理工具嗎... 我覺得這個非常看... 你要管什麼... 因為像... 我有朋友都說... 為什麼你們全部... 專案管理都在GitHub上... 你們都沒有設想要用什麼... Trello啊... Osana啊... 或者是什麼GitHub... 一些專門做專案管理的東西... 我的... 然後我說... 因為只有我會看... 然後... 我不想要再多一個平台去... 要讓二十個人... 十個人去看那個平台... 所以... 我們專案沒有複雜到需要那樣... 就用GitHub... 所以... 補充一下... 我覺得... 剛才... 還在... 就是... 我覺得專案管理工具的問題啊... 都是... 簡單說沒有最好的工具... 只有適合那個團隊的工具... 因為... 比如說... 就是小班會看... 所以重點是小班... 那比如說... 如果你今天是... 這個東西要跟NGO一起合作的話... 那重點是NGO... 剪... 學得來什麼東西啊... 對... 而不是這個東西的工具哪裡好... 所以要很看... 那個時候的狀況... 那個人... 然後我們使用流程裡面... 誰會需要用這些東西... 然後才能做決定... 下一個... 我要先拿... 下一個是什麼... 好... 就是... 這種東西會很看... 來的人的狀況... 我舉... 那個... 我們Rentia... 去年的Rentia... 就是在做找物平台的例子... 那... 在那邊呢... 我們... 發現... 來的人呢... 可能有... 一個...兩個... 是資深... 但是不想寫Code... 就是他想要... 負責出嘴巴給... 貢獻經驗的這一種... 對... 但是很多... 會有非常多人來... 會... 會是... 他是... 他是有點像是... 想要來累積他的作品集... 可能是比如說想要轉職啊... 或是就是... 城市新手... 那... 我們發現... 今天來的人... 是這樣的狀態的時候... 其實那個小聚... 可能會比如說... 有一半的時間... 是在做新手村... 然後比如說... 那... 但這個時候... 就變成是... 我覺得... 就變成是看你今天... 在做專案的時候... 那個優先順序是什麼... 比如說... 把人長出來... 優先於把專案做出來...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會來... 比如說... 把我們的東西... 全部弄成是一個... 新手很友善的方式... 然後新手在做的時候... 我們可以順便... 挖一些坑給他... 比如說... 那你跑完之後... 那個... 把你的問題解決... 你要不要把你... 碰過到的問題和解法... 寫在我們的REME上面... 那就變成一個坑... 讓他可以進來參與... 所以就是... 要看今天來的人... 他... 對他來說... 他想要的是什麼... 他想要在這個專案裡面... 得到的東西... 可以成長的東西是什麼... 那我們就把那個東西... 建立出來之後... 讓他可以來參加... 我補充一下... 這真的是... 我也是這樣想... 就是... 比如說像有... data scientist來... 做backend... 因為... 他覺得他很久沒有做backend... 他有點生疏... 或是... 對我來說工人士來... 或設計師來... 他們是要做... 在公司做不到的事情... 就是... 他們可以玩的東西... 那黏著技... 技術上的回饋... 就是他們自己... 鼻子間... 技術上的回饋... 然後連動大家的感情... 就是小菊要有食物... 這件事情很重要... 然後... 然後... 關心大家的狀況... 就是... 今天我們是一起... 以一個夥伴的身份... 一起完成這個專案... 所以大家是平等的... 所以... 呃... 不是一個主管... 上對下說... 好... 我們現在要做... 所以... 那這樣的話... 人的狀態是... 很重要的... 然後... 呃... 還有就是... 當大家有... 他開始有做一個事情... 或 commitment 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覺得... 他是這個專案的... 一部分... 然後... 我剛才忘了講... 我們現在很缺前端... 再增前端工程師... 請大家... 請大家可以聯絡我們... 這樣... 但是... 他剛剛說的... 他們就做新手村友善... 那我們最後就變成... 新手村不友善... 因為... 因為... 有實現... 所以我們要集戰力... 我們沒辦法等你... 花三四個月... 學會一個新... 新的技術... 對... 要不要再講一次... 是哪個專案增前端? 哦... Disfactory的專案... 增前端呢... 就是... 違章工廠... 然後是用fuel... 那... 共筆上面有... 詳細的... 前端的架構跟... job description... 大家可以去看...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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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自家... 呃... 加拿... 多倫多自家各... 東京台北... 連線... 的台灣人一起開會... 所以... 在台南一起開... 應該... 還好... 呃... 你要回答嗎? 好... 欸... 我... 簡化... 因為這問題有點複雜... 簡單說... 那個... 碰到來的人是小白的時候... 要怎麼處理嘛... 那... 簡單說的話... 我們... 你會發現... 我們... 會盡量讓東西... 雖然好像是你... 想要來... 想要去都可以... 但是我們會... 盡量讓事情是有架構的... 就是我們會切除工作... 然後... 所以它會變成一個... 具體可以描述的工作... 比如說我們... 來更新REME... 或是你把什麼什麼... 做完之後... 把那個... bug修完... 所以... 當這樣的狀況的話... 其實今天有人... 一直跑來... 有一種狀況常見的就是... 跑來會說... 為什麼你不用XX技術... 或是為什麼你的東西... 不那樣那樣做... 那這個時候... 你就說... 那你就把... 你覺得需求開出來... 然後來看... 和現在的東西怎麼樣配合... 那... 這個時候如果他真的... 只是想要來打嘴炮... 他就會不見了... 然後如果他還繼續待下來... 那也很好啊... 那其實就是... 讓這個狀況可以... 擴大... 那不管他今天是不是... 就是... 這個東西... 就是其實... 那也是一種回饋嘛... 那如果今天這個回饋... 是真的務實可行... 做得下去... 然後他又願意來做的話... 那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好的... 有人不知道小白是什麼嗎... 就是... 總之呢... 就是來亂的人... 就是... 比如說像我們原本想要... 做一個那個... 找屋的東西... 結果又有人想要... 跑來說...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 更重要的問題是找室友... 那這個程度就... 嗯... 那... 那你就開一份文件... 先把問題寫清楚吧... 對... 就是... 會... 把東西轉成一個... 可以討論... 然後可以操作的坑的時候... 就可以... 我就會讓事情... 比較簡單一點... 就是你會讓... 那一個... 原本大家會可能很在意的人... 自己之間的... 這種溝通的那個東西... 難度會變得比較低... 所以像我現在就在用... 完全開放的方式... 招募新夥伴... 所以我其實現在不知道... 待會兒寫... 如果有人來聯絡我... 的話... 它是什麼樣的狀況... 所以我們就是海灑... 就是大海來... 然後... 他們願意來... 那... 來了之後... 我們會有... 試著有個... unboarding process... 比如說... 我們試著把技術... 情況是把技術文件寫清楚... 然後跟他們講... 這個社會議題為什麼很重要... 我們打算... 有什麼樣的解法... 然後讓他們去決定... 他們認不認同這個... 議題... 那... 合則來不合則去... 就是... 沒有辦法... 跟上開發速度... 或者是... 沒有那麼相信... 這個社會價值... 或是他... 在這邊沒有找到... 他要的東西的人... 他之後... 就會自己... 離開去找他... 別的有趣的事... 嗯... 好... 應該... 應該還不能再回來... 對... 總之呢... 有任何問題... 反正... 小斑等一下會繼續講... 然後有問題... 都可以在Stake上面找我們... 對... 大概是這樣子... 對... 我們還是可以持續聯絡... 年紀講者這樣子... 好... 那... 這兩位... 是老江湖啦... 那... 謝謝兩位... 謝謝理題aso... 謝謝小斑